嗨,大家好 我就是搞機了 今次要演示什麼呢? 我們就要演示了 怎樣可以找回Android手機呢? 一旦你不見了,要怎樣呢? 首先 要確認你要有另一部Android手機 之後當這部是另一部 即是我們要追回另一部 首先 先去Play Store裝置管理員 但Android就有Android裝置管理員 就可以按進去 就這個 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部就是我這部手機 那到時候呢 如果你按鈴的手機 你不見了 你可以按鈴響 嗯... 鎖定就是鎖定了 而清除呢 就刪除了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有網絡連接的話呢 其實可以追蹤這部手機的 如果有網絡連接的話 不過呢 如果用小迷手機 就首先 確定了 你那個Google那個 要連線了 連線才行 我確定它 run了 不是 是不行的 嗯... 那大致上 那麼多 希望這段影片 可以幫你找回 你那個不見的手機 也都可以作為 你那個 嗯... 找回手機 那個 中型的 那個 得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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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是 要記得記得 要保持回上網啊 除非都開了GPS 那這段影片 到這裏 結束了 拜拜 拜拜 好 好